在第十章第四节,我们介绍从备份恢复 在本节我们介绍使用几时恢复功能恢复虚拟机 什么是几时恢复虚拟机呢 有WIM备份的虚拟机 如果发现愿虚拟机出现问题 不论启动或者数据丢失的情况下 可以从备份直接启动有恢复的虚拟机 并且通过WIM的一个迁移功能 将已经启动的虚拟机迁移到 VSphere中指定的数据存储中 在上一节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V36.7中 用WIM备份虚拟机的数据有一个错误 这是这个错误 它提示是为将对象引用设置的对象的实力 这是中文的一个错误提示 对于这个提示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WIM的这个文档 在这个文档中它明确指出 当前WIM9.5U3的这个版本 它是不支持6.7的 它会在下一个版本 下一个版本应该是听一个普丁程序来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 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是用了一个 V3 6.5的这么一个幻想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版本号 这是6.5点亮 这个版本 我们削了这个之后 等到这个飞影的补定出了之后 就可以用6.7了 在这个幻想里面 我这做的一个测试是 这有一个测试的虚拟机 我做的是每个小时它复制一次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备份任务 我这是怎么做的 我们编辑它 在这 这是一个小时来恢复 如果你需要更小的这个实验键 可以选这一项 它基本上不到一分钟 它又可以复制一次 但是只要的话 它占的资源比较多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一般就是设置 每天复制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求更小的复制键 比如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只要看你的虚拟机的重要程度 以及被粉月跟被粉月 这家贷款 以及存储的性能是不是跟得上 我这当时做的测试是 一个小时备份一次 那么怎么看它的这个备份呢 我们在这个备份里面可以找这个备份 看它这个备份的这个恢复点 它这有三个 表示当前这个备份已经备份了三次了 就应该是经过了 一个小时一次 应该是经过了两个小时 这么个时间 因为我当时做完了之后 就是创家办备份任务之后 做了一个备份 那么看我们是怎么来恢复 在恢复之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当下只有一个V3的一个数据存储 还有本机存储 949596 这都只是由这个本机的一个存储 这是我们要恢复的这个虚拟机 这是这个虚拟机 ws08-test01 假设这个虚拟机出了问题 我们不要了 需要把它覆盖 恢复 当然我们恢复的时候注意 有两点 一种是恢复的原来的位置 另外是恢复的一个新的位置 如果你感觉这个虚拟机 已经彻底不能用了 并且把这里面的有一些数据 备份到你的网络 或者FTP服务器之后 就可以恢复到原位置 恢复到原位置有什么好处呢 恢复到原位置之后 如果原来有计划任务 备份任务 它还可以 你恢复之后 还可以继续 使用原来的 备份任务 继续来 备份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 恢复比较简单 就选 底下 这是由这个 你选择复复的这个恢复的时间点 这是第一个完整备份 假设我们要恢复到7.01的这个时间 选下一步 选择恢复到这个原来的这个位置 选择下一步 可以选择这个就是链接讯运机网络 就是恢复的时候创建一个几时恢复的讯运机 几时恢复的讯运机这个网络是连通的 如果不选择恢复的讯运机 那么着 恢复的这个讯运机网络是断开的 然后自动 打开电键选择恢复 他说这一步他会 实验处 他说这个 原来的这个讯运机 是存在的 需要实验处 是不是继续 这时候我们就看这个任务里面 他会 我找到这个 他会把这个讯运机把它删除 删除这个讯运机网络 然后再创建一个新的讯运机 他在这里面创建一个NAS的一个数据存储 它是 NFS的一个数据存储 我们在这看了 这是由Wayme创建的 他之所以能几时恢复 就是因为他创建了一个 NFS的一个数据存储 在这个数据存储里面 是挂在的 要几时恢复的讯运机 当下这个讯运机已经被删除了 我们看一下他保存位置 原来的这个讯运机 这我们刚才看到了 原来的一个 Wayme创建的 TES01的讯运机 已经被删除 新的讯运机 新的讯运机的数据存储是 Wayme挂载的一个 NFS3的一个数据存储 这个时候 这个讯运机 已经启动了 我们等下这个讯运机启动了 这是挂载的这个 几时恢复的这个讯运机 大家看到 Wayme的恢复是 实际上这个讯运机 还是用着 Wayme的NFS的这个数据存储 我们再切刷到Wayme里面 他说这个 等待开始这个迁移 在这点右键 选前一 选下一步 如果你要是 恢复到这个 其他的位置 那么就在这里面 可以选择 Wayme的恢复 选择存储 因为只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我们就选择 下一步就可以 选择 让我最喜欢这个 迁移完成之后 下手的 按文件 选择 然后这时候 就开始一个迁移的 进度 在这个期间 我们恢复的这个讯运机 一直是可以使用的 恢复完成之后 讯运机的数据存储 它是类似于启动了一个 存储前移的这么一个过程 把这个存储 前移到 V3的存储中 就跟我们 打多数其他讯运机 前移到V3的存储中一样 等它这个 键程开始 现在就开始迁移 迁移的过程 我说实际上它是用 VM这个备份 恢复的软件 它本身挂在了一个 NFS的这个数据存储 把它挂到 V4的存储中 然后从这个V 从这VM的存储中 迁移到 V3的存储中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如果你的数据量比较大 VM最后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 物理服务器 并且 它的网络链接 最后是一个 万兆的一个网络 这样恢复的速度会比较快 当然 还要看VM 它的 备份 所在的存储的 相当 所以 把我们 用 陪这个专业的这个 备份户 备份服务器的时候 需要陪多个磁盘 比如陪 12个 死体的硬盘 你把情况下 耳流的服务器可以支持12个 12个磁盘 如果你要求 更高的 容量 可以陪 12个 尸体的盘 如果你要求更高的速度 可以配 24个 2.5寸盘位的 2.5寸盘位下的有 有1.8T的 这24个也能到 24也能到30多T 推荐是 8.5寸盘位 好 稍后等这个 恢复进程完 恢复进度完成 在WAM恢复的 的过程中 虚拟机可以继续使用 做的一些操作 它都会 通过到新的虚拟机中 恢复进程完 恢复的虚拟机是可以直接 就是不影响 你的应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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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粘化这个虚拟机就迁移完成了 迁移完成之后我们再看这个虚拟机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一下 在恢复虚拟机的过程中 这个网络是没有中断了 而我们创建的文件它也仍然存在 这时候这个虚拟机我们看一下 它由WIM听的NFS数据存储 NFS数据存储 它变到了这个VSAN的存储 迁移完成之后这个存储它仍然在这留着 但这里面已经没有数据了 在迁移的过程中 这里面有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文件 就是有一个WS08-TEST01的文件 迁移完成之后这个文件就不存在了 等下次迁移的时候它会重新挂在一个新的文件 这是迁移 在这可以看到 迁移的这个恢复是非常快的 因为它可以启动一个几时恢复的虚拟机 并且把几时恢复的虚拟机通过类似于存储 迁移的方式 迁移到我们生产环境中的存储 在这过程中应用一致是不中断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有一个生产环境中 这是北方的一些虚拟机 这是北方的两个资源池 我这做的也同样是保留14个 14个的恢复点 通常是每周六贺称 贺称浓入的全部都 备份 每天10点 周一二三四五来进行备份 因为这是一个政府 政府单位 他们只有周一到周五上面 备份的空间是用了大约2T 这是里面的一些虚拟机 第一个是一个VPK的一个圈备 后面是一些差异备份 接着还是一个圈备 一个差异备份 差不多大约每一周有一个圈备 这是一些这个虚拟机 北方的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是后来加的资源池中的 加的资源池中它又自动备份了 一开始这是基本的就是 我们保留14个 基本的就是16个这我们这个恢复点 如果想恢复一个 我们在这举例来说 并不恢复 可以看到这圈备的这个世界 第一个圈备跟第二个圈备 然后这是最近的5月30号的29号的 基本上每天备份的 你要想看它备份的是不是成功 我们选择报告 这里面有这个北方的这个 从这个备份任务开始 它备份的开始时间 结束的时间 然后它串收的数据量 多少 以及这个需要的时间 这是北方的这些的计划任务 这是这样的事 当然并不是说它每一次都成功 如果它失败 可能是有原因的事 比如说有时候 这些都是v3.0的出问题 这个时间可能v3.0出问题了 把v3.0的服务充其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v3.0的服务 基本上是不需要充其 大家用v3.0的话 只要每周检查一次 所以你先看到 你的北方的这个空间足够就可以 好 关于用v3.0恢复v4.0的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